我只想要跟柯P講 你真的是扣分 有些人可以在一起 有些人連吃飯 連吃飯的資格都沒有 我們做人要誠實 我對柯P現在的行為 我個人覺得蠻失望 不怕得罪各位粉絲啦 那我真的失望 那你說還到反他的地步是沒有 但是我真的覺得 本來待在我心目中是100分 現在已經不到60分 尤其是跟泰演明的 吃了十幾次飯 這個東西 我真的覺得我怎麼想 我都沒有辦法去諒解他這件事情 而且在館長舉辦 反紅媒的這段時間 他們兩個還是很密切的 早就已經在聯繫 聯絡 吃飯 商討 總統大選的所有東西 商討 舉辦 搞主黨的東西 他應該都有跟蔡演明講 我個人認為是這樣 今天一個 這麼多的人支持 你根本壓根 不用去跟這種親中 親共 而且是要統一台灣人在一起 我只跟 我只想要跟柯比講 你真的是扣分 有些人可以在一起 有些人連吃飯 連吃飯的資格都沒有 今天不是他多有錢 托兒說你需要多少幫忙 今天你需要幫忙 你可以募款 你可以講 我們會幫你 你需要錢 出來選 出來籌檔 很多事情 譬如講館長 我沒有那麼多錢 我今天我出來要選舉 我要參政 我如果支持者跟你是一樣 我會出來舉辦一個募款會 我們用民眾的力量 去對抗大財團 我相信是非常輕鬆 大家都一百塊五十塊 五百塊一千塊 你募 你也是好幾億可以選 我真心話 我真的也沒有辦法再幫你講話 這幾天 PTT版上 所有的政論節目 所有的報紙上面 鋪天蓋地 捲地而來的 都是這些 你跟 中國官方 你跟中國的這些 中共的這些 在台灣的代理人 你到底有什麼好談的 我還是一句話 最後收尾一句話 統獨議題是假議題 你認為是假議題 我認為不是 香港的事情 我認為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那台灣 統獨議題不重要 我覺得非常重要 但是要做事 做事的能力也非常重要 你不能永遠逃避這個東西 你也不能永遠模擬兩個 這個世界上 整到了要選邊站的時候 只有黑與白 是與非 左邊右邊 前面後面 你只能選一邊站 所以你現在到底在哪一邊 不要讓大家都看不懂你的所作所為 這是我這一陣子最搞不懂你的地方 我誠心誠意的建議你 你搞得很神秘 我什麼時候要選 看在我們這些支持的裡面 我講的最難聽 我從來沒有對你講過這麼重的話 會讓我們這些支持的粉絲 你是 搖整個假生理喔 還是 想吃不敢吃 要就要 不要就不要 要選就選 不要選就不要選 每個月都看到這些新聞 每個月都在說 我到時候再來看看啊 就是你搞得很像你是諸葛亮 大概在這個曾大衛的資料上 讓人覺得你是貪得無厭的人 經驗